我一直以來我被人的印象 由《造星》開始都是我沒有什麼自信 或者是很在意別人怎麼看的 我不是說現在我不在意別人怎麼看 我有時都會的 但起碼我有時會想起 我懂得欣賞自己的位置 或者是我知道自己的進程是怎樣的時候 其實我就不需要因為外界的評論 去尋求那個安全感 而是我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那就去改吧 或者我知道自己以前有些不好 但現在已經在改善 我就會因為這樣而自己有滿足感 就不需要因為別人怎麼看我而去有那個感覺 我會發現原來自己不是自己想像中那麼強大 那麼大心臟和那麼堅強 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是這樣的 但是多了一些發現 過去有些時間都是處理自己的脆弱位 反而是這些發現令我更加去知道如何慢慢和自己更加多的相處 而不是一味的樂觀或者一味的方式去跟自己說要怎樣要怎樣要怎樣 對呀 多了很多一些思考 嗯 我覺得我自己是最大的轉變是學會了在身邊的人裡面 吸取一些能量力量或者一些勇氣 因為我以前可能讀書的時候 一直都是自己死讀難讀自己捱過去 但出來面對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家人或者我身邊八個人是給我一個安全感 因為我們面對同一樣東西 他們會給我很多勇氣或者一些可以很安全感去依賴他們 我都會在他們身上得到一些東西或者得到一些鼓勵 那我就可以嗯 繼續這樣 我自己我覺得是那個鏡頭感 可能我之前是很容易呆了 我沒有表情的樣子就像在做夢一樣 但是現在就會更加提醒自己 我要保持著那個精神 不要呆了 我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應該是淡定了 還有我找得到為什麼會令自己憤怒的原因 就是自己的一些安全感問題 其實一開始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有的 對著大家的安全感是不夠的 所以很多人會不肯定 還有會不舒服 但是現在慢慢是很明顯的感覺到 是不自覺地出來了 就是以前擔心的所有不融合全部都沒有了 就會覺得其實慢慢地有一種很習慣性的安全感出來了 那就慢慢再 其實這個還是未成功的變化來的 但是就更加進一個可以 我自己給到自己的安全感 另外就希望 希望大家八個不同的安全感可以集合在一起 變成最大的後盾 我自己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難相信一個人 或者是相信團體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最大的改變是我信任大家多了 因為我覺得這段時間或者整個節目完了之後 我們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有大家很深入地談談過很多事情 那我就會留意到 他們真的很漂亮 不是樣子漂亮 我覺得是那個心 啊 樣子都漂亮 不好意思 除了樣子漂亮之外 那個心裡面的靈魂很漂亮 我覺得如果我身邊的人的心靈都這麼漂亮 我是很信任他們 是你們的心靈 哎呀 不好意思 但是你們的靈魂都是這麼漂亮 那我就很放心地信任大家去交給大家 我覺得最大的轉變是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是不安的 不安 然後不捨得以前的自己 也都是很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要這樣做 雖然 這件事很闖絕 但是你站出來 你已經要跟別人說 是啊 我是這麼確定的 但是 我是這麼確定 是因為我簽了約 是不是 就是我要做這件事 我確定我要做這件事 但是我的心態還沒調整到 那現在來說 就是已經調整了 而且已經很明確地知道 什麼才能給我一個意義 我去繼續做這件事 這就是我最大的轉變 我最大的轉變跟心靈有一點像 我都是比較難去信任人 或者很難去跟一些 不是認識了很久的人 去表露自己的情緒 但是 我發覺我對著他們 和經歷了這個綜藝之後 我是對他們容易了很多 就是會在他們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緒 嗯 就是都會講一下心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